邓紫棋工作之余经常拍摄vlog和粉丝分享生活 他日前在微博上传了一段影片 影片中素颜的他大方面对镜头 还意外公开了自己两边双眼皮不平衡的原因 双眼皮呢其实两边是比较不平衡的 我左边的眼皮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疤痕 因为我小时候撞到 在三岁四岁的时候撞到 那这里我要赞颂一下我的妈妈 因为距离眼球其实还是挺近的一个位置 他当时就跟医生说 如果要捐眼球的话 他可以第一个捐给我 啊妈妈的伟大呀 除此之外邓紫棋也试了各种拍照美妆滤镜 还一度因为妆感太重而在镜头前大喊不喜欢 直下反映小凡一票粉丝 呃不喜欢 哇好恐怖 现在画了这个妆我讲话整个人的气质不一样了 那要这样子讲话吗 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 我已经把这个软件里面的所有妆呢试一遍了 可是呢其实我在这里最喜欢的都是 NONE 啊什么都没有 虽然每个女生肯定会遇到过一个时候是会怀疑自己 嫌自己这个嫌自己那个 估计这个应该是每个女生都会遇到过的 这文艺的说法就是真正的美丽是从心里面去看的 哈哈 从心而发 你真的喜欢自己真的接受自己 你会看到自己独一无二的这个美好的时候 但紫棋的一番言论实在是太正常啦 非常有乐 真理报导